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和基因有关系 加拿大学者们发现 有种叫OR6A2嗅觉受体基因的东西 能接收香菜中大量含有的全类物质的信息 而这个基因有两个变种 其中一个会更强烈地突出香菜中的肥皂味 遗传了这个变种基因的人就会厌恶香菜 为什么香菜会被基因标记出来呢 当然是因为香菜的味道太刺激了 远古时 人们很容易因为吃了有毒的东西而挂掉 所以人体进化出了 吃味道奇怪的东西就像吐的机制 来避开有毒物质 让自己不那么容易被淘汰掉 所以想训练自己热爱香菜的人 也可以反向利用这种心理因素 不断自我催眠 没事儿 这东西没毒 虽然对香菜的厌恶刻在不少人基因里 但是进化着的人类随着年龄增长 还是有机会逐渐接受咖啡 辣椒和香菜之类味道强烈的食物的 这有可能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你的味觉退化了 除了干等和多炼以外 捣碎香菜叶子 可以让菌叶中的全类物质转化成别的无香物质 要是成心的话就试试吧 祝你成功